youtube上面的广大的观众 你们好 我是姜维平 今天是第二次通过这个视频 与你们分享我的一些感受 今天呢 想继续谈一谈有关这个郭文贵的一些案件 在这之前呢 先三言两语 先谈谈美国之音的情况 美国之音应当讲 这个时候在全世界是个非常有影响的媒体 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是收听过电台的播放的美国之音 当然那个时候是有干扰的 所以能听到一些关于美国之音的一些报道 一些故事 在当时都非常难得的 这一次美国之音呢 创造了两个这个这个史无前例 两个第一 第一可能是这个报道 第一次报道了一个中国红通上的 红通名单上面的这样一个人物 一个民营企业家 而现在还是到这个 不是这个关贵来到美国之音的这个办公室 这个借助美国之音的平台 而是美国之音送货上门 到这个关贵位于纽约 对啊这个一无大道啊 这样一个 Condo一个豪宅去进行直播 那么而且呢 还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一度中断 原本呢 互相商定是三个小时的这个直播直播 最后改位啊 一个多小时 那么过去呢 可能他们双方啊 有些口头的协议 这个最后啊 没有遵守 其原因 我想呢 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个可能是来自这个中国国内啊 官方的这个沉重的压力 二一个呢 可能是来自于美国之音 内部这个团队啊 编辑啊 记者啊 以及领导层啊 分歧所致 从前者来看啊 这个中国外交部啊 只需这个打一个电话啊 这个做出一些警告式的叛话 比如说 你们如果再播下去 下一次你们来采访这个 一些重要会议的时候 不发签证给你们 或者是你美国之音 驻北京有分社吧 分社的人员呢 我这个找一些麻烦 那这个警告啊 就足以这个制约了这个美国之音 所以我并不认为啊 像有些媒体讲的那样啊 这个习近平出面找这个川普啊 怎么样怎么样 又是白宫下令怎么样 那种可能性有 但是啊 我觉得不是太大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外交部这个层次啊 就会解决问题了 你想美国之音 这个在全世界各地啊 都有一些这个办事处 有些记者 他们需要一些啊 不断地获得一些新闻的资源 那么中国又是一个啊 众人所谓的大国 那么可能以后有很多活动啊 这个美国之音非常感兴趣 如果不发宣证给美国之音呢 这个对美国之音是很大的损失啊 所以我估计啊 这方面因素应该是考虑 读者们应该考虑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除此以外 美国之音呢 它本身这个人员 这个组成啊 非常复杂 它是向全世界各地啊 招聘的这个人员 人员当中啊 这个首先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嘛 走到一起来了 未必理念呢 都是一致的 所以围绕着 应不应当给 这个国文贵这样的人啊 提供这样一个大的平台啊 来进行直播 而且直播的内容啊 非常敏感 这个可能 美国之音内部这些团队 这些成员 也就有分歧一些 我曾经要拜访过 美国之音 也见到了 贡小夏呀 等等吧 就是许多的这个领导层和一般的这个编辑记者 虽然是短短的那么三言两语 但是基本上对他们呢 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总之都很好 对我见面那些 我都很感动啊 他们都非常的这个热情啊 平易近人 有敬业的形式 但是你必须应当讲 这些人成分的非常复杂 当然你很难判断 说美国之音内部有没有这个共产党 这个内线 这个很难说 也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但是呢 肯定有什么呢 在美国之音工作 但未必是 就是说 在这个郭文贵问题上 能形成一致 统一战线的 这么一群人 就是说围绕着 这个郭文贵这个案件 可能有的人不主张给他指过 因为有些人认为呢 郭文贵所讲的这些 所谓猛料啊 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错的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那当然有些人就比较慎重 认为这样一个严肃的媒体啊 不应当给他提供这个平台 另一方面 会有一些人 认为呢 这个郭文贵呢 是反腐败的英雄 或者是他不是英雄 但是他有这个举报 贪官无利的权利 像我就是这种观点啊 我认为他有举报的权利 那么说 他既然已经成了个新闻人物 影响很大 美国之音也不妨给他提供一个 就是一个机会 让他发言讲话 但是三个小时啊 我觉得的确这个长了一些 那么那个美国之音 所以说这一次呢 这个发生了这个中断这个事件呢 极其的悬然大不高 我记得有的读者打电话给我 情绪很激动啊 说美国之音丢尽了脸 从此以后不看美国之音了 等等等等 我倒没那么太激动 我觉得呢 媒体嘛 他们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他未必啊 能形成一致的意见 总会出现一些啊 意想不到的东西 像这个 郭文贵这个世界 美国之音 亲自登门去做一些采访 而且以安全这个为理由啊 这个本身来讲 我认为啊 就是说不像一个 全世界有名的媒体做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搞平台 但是他要来到我们美国之音 这是一个 另外呢 中断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一定要把这个 真实的原因 这个告诉这个读者 而不应当掩盖啊 以致这个 说谎 我不太相信 美国之音那个 后来那个 冠冕堂皇的说辞啊 我不太相信 那么美国之音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不管怎样争论 我估计啊 美国之音以后 不会再给 郭文贵先生啊 提供这样的 直播平台了 这一点已经是肯定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 我再谈谈这个 郭文贵案件呢 这个升级的问题 现在郭文贵这个公开的宣告啊 要在这个 他的办公室啊 举办全球性质的新发布会 这可能是因为 有一些媒体啊 已经公布了他这个 豪宅的这个地址 详细地址 其实这个地址啊 很容易找到 你从网上啊 这个查走啊 比如些房东 这个 给买了房子 如果你英文比较好的话 还能很容易查到 何况是一些新闻记者呢 再加上郭文贵啊 成为了一个新闻人物了吧 很多人呢 这个像 这个追逐啊 这个影视明星一样啊 想获得第一手素材啊 所以说这个郭文贵也不得不 就是说 公布自己这样一个 用这种方式 来面对 自己的主旨公开这么一个现实 那么他搞的新闻发布会啊 这个消息传播之后啊 马上啊 郭文贵这一方 和这个国内这一方啊 也就中共的官媒吧 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这个 双方的舆论战呢 进一步升级啊 这是狼言四起啊 人们一周发布了一个 很长的文章啊 洋洋万言呢 就是讲到这个 郭文贵这个事情 以再地警告官员呢 不要相信谣言 那么财经杂志啊 又发表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应当讲 还是很有分量的 他披露什么问题呢 一方面就是他披露了 郭文贵啊 欠债啊 这个在生意交往过程当中啊 欠一个企业八千八百万人 八百家币啊 人民币也不少的钱 欠了九年不还呢 一再这个不还 让人家告到了这个法庭 另一方面啊 又指控郭文贵呢 这个花了六千七百万美金啊 在这个啊 这个纽约啊 最繁华的地方 购买了这个 一整层的这个 康豆 一个豪宅 啊 同时呢 还披露啊 这个郭文贵啊 脱欠 员工啊 搬运工的这个钱啊 这个也被告上法庭啊 更为这个信任别人眼求的 是这个指控郭文贵啊 强奸这个下属 强奸自己身边的这个女的支援 我比较相信啊 这个就是说 拖欠八千八百万这个案子啊 我相信 因为每个企业经营过程当中啊 都会有债权债务 这个很正常 因为你在经商的过程当中啊 你难免就是说 有时候资金周转不灵 需要向别人贷款啊 贷了之后 可能有种种原因 这个还不上啊 或者是由于双方对某一个条款有争议 没有这个安期履行合同啊 所以被告上法庭啊 这个不算什么 稀奇事 是吧 这个我相信 但是你要说 郭文贵那么大一个老板啊 这个拖欠了搬运工的这个加薪的薪水 被告上法庭 这个我觉得很惊讶啊 那么有钱一个人 就花点小钱就可以摆平下属的争议 这个何必呢 这个我不是十分相信 尤其我不能相信的什么呢 你说郭文贵 强奸他身边的人 你要说说郭文贵这个身边的女人啊 有的女人啊 这个很这个 这个崇拜郭文贵啊 两个人有这个 比较私密的个人这个交情 我相信 因为郭文贵 这个我上次这个评论当中也提到了嘛 他是一个魅力型的这个 呃民企业家 又正当圣灵啊 这个浓眉大眼的 这个呃 蓝图不凡啊 也是有点煽动人那种豪气啊 听说酒量很棒啊 我就我也很喜欢喝酒 不知道他酒量和我比较他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啊 呃他肯定性格当中还是有些科举之处 很有魅力 所以呢 他不需要强奸下属的 啊 你要说下属追求他呀 我倒相信 所以说这个事情 也表明啊 这个中方啊 国内官媒啊 这种诋毁这个郭文贵啊 这个也是不公正的 我认为啊 那么就郭文贵来讲 这个他报的新料就是什么 就是关于王岐山 他的这个亲友啊 叫呃 外外职啊 这个姚庆 这个他这个购买的私人飞机 利用公款啊 而且还是在银行贷款 呃 丙切描写了一个细节啊 就是说他这个姚庆啊 带着这个情妇啊 在空中作爱 说空中作爱的成本啊 每小时16 6万美元啊 这个就是说 透过这个事情啊 更吸引眼球啊 这个 我认为啊 这个这个细节 恐怕也 我不认为 也恐怕也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 这个很容易激起国内的 民分 你知道 国内很多人啊 这个有钱人毕竟是一少部分啊 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尤其农村那个农民工 为了出外修打工啊 养家糊口啊 夫妻两个都没有时间 生活在一起啊 这个案例啊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但是你看你邀请 你在空中 做一下爱就16万美元啊 养住了农民工啊 所以这个很激怒 激化国内的这个群众的情绪 所以呢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工贵啊 这个他揭露腐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啊 也不是太这个理性 我认为啊 其实只要是披露了王岐山 这个家族啊 这个 这个 说到国文贵讲这个问题 批论这样几点就可以了 一是什么呢 姚庆究竟是不是王岐山的 这个外省 外侄啊 是不是他的亲友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姚庆是不是涉嫌 就是贪腐 第三呢 王岐山是否知道 或者参与了姚庆的这个 贪腐 只要把这些问题啊 讲清楚就可以了 那个就是重磅撒弹了 我认为啊 过去我在上一次的 这个 这个和大家交流的时候 讲过 我不太相信 这个 郭文贵的一些说辞 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关于姚庆这个事情啊 哎 我有点觉得它靠谱 所以呢 当然还有待遇它下一次啊 在这个新发布上 披露那些详情啊 就是姚庆和海航是什么关系 我查了一下网络的资料啊 这个海航的法人叫陈峰啊 就不是这个姚庆 那么姚庆是隐藏下来的 这个 这个股份持有人呢 还是怎么样 另外他那个飞机啊 是不是私人购买的 还是公价的飞机 他这个 赚便宜 坐在上面 作为高管呢 享受这个特权 还是他私人购买的 另外他购买这个飞机的钱 从哪里来的 他是否利用了这个 这个王岐山的权利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如果郭文贵能够证实 就是王岐山的亲属 涉及到这个腐败 那么这个对中共啊 这个尤其是对王岐山本人 他中国这个反腐的啊 这个最大的推手啊 一个强有力的干将 那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 我过去曾经讲过 就是王岐山 这个能够啊 这个非常勇敢的冒着风险啊 啊抓大老虎和这个苍蝇 拍苍蝇啊 左宗右上宗下呀 睡到很多人 很多领域 尤其是在部队啊 反腐啊 力度也很大 这个的确是了不起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 你王岐山就可以有自己 贪腐的资本 问题是呢 郭文贵所讲的这些故事 是否是真的还有在于 进一步的这个惨症 如果能拿出王岐山 支持这个啊 姚庆经商 姚庆的利用王岐山 这个王岐山这个权力 谋取了私利 挥霍人民的公款 那么应该讲啊 这件事情对中共的这个 这五年来的反腐啊 这个这种运动啊 这个这个活动啊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这个打击 这个呢就还有待遇啊 就是说郭文贵啊 这个下一步的披露 郭文贵这个披露腐败啊 你看他的战术战略战术 就像挤牙膏一样 过一段时间挤挤挤挤一点 这可能是和他想 通过这种披露腐败 和这个中共这个进行交易有关系 但是啊 这也使什么 使自己这个 反腐败这个步伐啊 走得太缓慢 因为人们等待什么呢 等待的是这个 人们有可能失去耐心 因为人等待的是 你尽快的 把所有的证据啊 拿出来 让人们看到 这个你所讲的这些的真实性 以及呢 这些材料能够使人们啊 就是说产生一种想法 就是说 反腐败必须啊 这个同时进行制度建设 因为他说明什么呢 王岐山你抓了别人 别人指控你的时候 也有腐败啊 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 还是就是我们要进行啊 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 司法要独立啊 所以呢 现在随着这个 文贵 批度这个腐败的问题啊 这个材料越来越多 人们的要求 人们的希望值也越来越高 同时呢 还有一个 还要最后谈谈 关于这个 郭文贵 个人的一些诉求 比如 他在这个 这个 他这个 自己的一些 推特呀 Facebook呀 一些文章当中 都谈到什么呢 谈到了他的 这个家人的情况 就是说 他的家人 他的 哥哥啊 他的老婆 他的 女儿 都被抓 有的抓了放 放掉了啊 我看有个哥哥的 这个视频的形象 还出现在媒体上 这些都说明呢 说明的确 这个国内 国内这个中共官方啊 这个司法机关 对他的这个 调查的过程当中啊 没有依法白施 因为什么呢 盘古大官啊 有了问题啊 法人应该负责 法人代表是 公贵嘛 不应该搞 这个珠连九族 他的太太啊 当他出了事以后 他的太太 一定是站在他的一边 因为他太爱他嘛 这个是 符合人伦的 完全符合情理的 不应当抓他的太太 而且抓了三年呢 这个不放 是吧 他的哥哥 他自己描述啊 这个不识字 在这公司里 根本可能不起什么作用 你抓他做什么 是不是 这个 也可能是激怒 这个 公贵啊 和这个总共官方啊 鱼死网破 这样啊 这个破釜沉舟 这样也可能一个 一个重要原因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中国 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独立党派之外的 司法系统 就是说在公贤法司工作这些人员呢 权力太大 凭着某一个领导人的一句话啊 这个就可能 这个随便的抓人 这样导致这个事情啊 进一步的升起 因此呢 现在公案件呢 你看 从中共官方来讲 决心变得越来越大 声音越来越响 从公会这边呢 又要搞全球性质的新发布会 这个把时间啊 地点啊 就基本都定下来了 很多的媒体啊 尤其是这个 海外的媒体 一些有名的报纸啊 你想这个 非常有名的一些英文报纸啊 英文的杂志 英文的这个电视台 通讯社 都来关注这个 公文卫的这个案件 那么这个有可能 就像我上次 讲到的 把公文贵这个世界呢 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 失控的一种地步 那么这个结局呢 现在啊 不好下结论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作为一个 第三者的观众来说吧 就是说 我们呢 感到非常的遗憾啊 本来这个事情啊 公文贵这个事情啊 可以处理好 中国对民营企业啊 应该创造一个 法治的 稳定的一个环境 那么就不会出现 公文贵这种现象了 而且 公文贵这个遭遇啊 对其他民营企业家呀 也是一个警示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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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